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们这段感情其实是很好的 是 没有很多 如果有一天 你们发现两个人无法一路同行了 那就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谢谢大家 小刘 做出了新高度啊 我觉得做有的时候就那种 生活上的一点小情趣 但你这做的 今天没啥事啊 对吧 生病了 人家说哎呀你多喝点水早点睡 十个男的好像都有十个都是这么说的 然后你看上课给你站个座 站座也不行 不站也不行 上个车 那个拉你过马路不行 拉你上车也不行 女朋友病了第一时间嘘寒问暖 我错了第一时间道歉 然后有钱了第一时间上交 中国好男友啊有没有 我跟你讲你们俩等一下要是不从里面转出来 这下边这么多女生 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 挺好的这样的还不赶紧抓手里 你下次很难再碰到这样的男朋友了 我要是你我绝不撒手 我就抓紧他使劲作 为什么因为他享受啊 你俩是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癌你看他乐的 你看好好相处天生一对 给当你们俩的爱情建议就是 小刘 小作疑情 大作伤身 小深 对他要爱而不宠 不能灌那么厉害的臭毛病 然后好好的祝你们俩幸福 谢谢 作是没有问题 但要做得有节奏 你不能老是属于亢奋状态 你得松弛一会儿 今天是在舞台上大家伙都在笑 所以好像他很享受的样子 我不相信在生活当中他没有烦的时候 有没有 有 女生 幸福不是得到的更多 也不是付出的更多 而是计较的更少 太计较的女人就让人特别麻烦 作是没有止境的 很多女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一步步沉沦的 一开始 我要获得男生所有的目光和宠爱 然后在这种得到宠爱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渐渐的满足感 我们认为那是幸福 但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越来越难以满足 以前是要上交钱 后来是要管住行踪 到最后 他做什么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发现得到也不幸福 然后我们就开始学会妥协 同时你的这种不得满足 给他也带来痛苦 于是你又学会了权衡 幸福就是在追求 妥协和权衡的过程当中 追求最大化的快乐 而不是只是一昧的索取 你今天所显现出来的 我认为不是撒娇 是太计较 女人有的时候的撒娇 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她只是想享受一种心情 和在男人心目当中的位置 女人真正的撒娇 不是要让男人做牛做马 而是只需要得到 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不是要去折磨男人 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可以撒娇 但是表明的是一种态度 而不是真的要给她的生活 带来困扰 让她尴尬 男生就注意一点 你要真的烦 你要真的难受 你要真的觉得 她这种撒娇过了份 你必须得说出来 你不要在这回你不说 到哪天你要是突然之间 出现一个不计较的女人 走进了你的心 那个时候 你把她放到什么地方 听见没有 你必须要说出 你的真实感受 好不好 就这样